比如说在旁边这边有一个 因为这是我的表单 所以右上角有一个一支笔 那回复这边会出现几个人填写 你们填完它会自动怎么样 把它变成 如果单选题 它会变成一个派图 如果是多选题的话 它会长条图 它会视情况 帮你自动产生图表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一般 人数不多 不过看起来应该一半一半 进阶跟入门 还好没有高阶的 之前我遇到一个班很妙 只有高阶跟入门 没有中间的 就是会的很会 不会的很不会 那怎么教 我还要教 我说不会的没关系 我录影一下 你回去自己再慢慢看好了 如果你会的话 我会出一些题目 你再慢慢做好了 不然怎么办 这太难教了吧 一个班有那种放牛班的 也有直游班的 所以有的时候 利用云端 利用新的科技 有时候还是可以 稍微弥平一下那种差异 所以有时候我现在学生 其实专注力不够 那你可以怎么办呢 可以利用一些额外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录下来 像我的习惯是 会把它录下来 如果有些细节 你没有听懂 没有关系 你可以再回去 再反复看一下 尤其你们下班之后来 有时候精神不济 有时候就是摇摇晃晃的 那也不能怪你们 不是不专心 但是你们是要白天 已经很辛苦了 来到这边还要上 专注的上课 而且坦白讲 后面有些东西 还真的有点难度 对各位来说 其实是还蛮需要 专注的 所以如果你平常上班 已经很辛苦 然后这边 可能又被榨干 所以回去的话 应该很好睡 这课程 那大家先跟各位讲一下 这门课当然 有它的困难的点 但是它也有它乐趣的地方 未来我想 这个 有时候苦尽甘来 慢慢你会发现 你会这些 你在职场上面 会有感觉不一样的地方 你会觉得 工作其实是 还是会有成就感的时候 而且如果你的工作 假设真的只是为 那一份薪水 你会做得不开心 但是你如果说 又有一项技能 然后可以提升 感觉上好像 越来越 越离你的理想 越来越接近 甚至还可以 有一些梦想要更好 所以我觉得职场 工作真的要有一个理想 一个梦想 一个想法 不过我后来发现 大部分人都没有了 因为被工作给磨光了 不过大家还是不要放弃 最近有同学 推荐我看什么 有一部日剧叫什么 下丁火箭 里面就是传递 有一部下丁火箭的连续剧 然后看了 那一部电影 他说老师这部片 你还蛮适合看的 后来我看了之后 发现真的 蛮有感的 那部电影其实就是叙述 有一个人 他就真的是为了梦想而工作 然后所以他就是做了一些火箭的零件 跟那个心脏的瓣膜 真的把它做出来 那他做这些事情 真的不是为了钱 不过当然那个有点 离现实还是有点距离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那个大家的程度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最多人想学的部分 大概就是高阶的函数应用 这部分也是我们课程的主轴 再来第二个是 Excel VBA与工作表的自动化 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提到 再来就是聚集的录制 聚集录制我们这个课程也会提到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Excel里面 如果说你要直接写VBA 对各位来说有点困难 因为很多程式你刚开始入门还不太会写 不过你可以用录制的 其实录制聚集啊 就是也是有自动帮你写程式 他会把你做过的所有动作 自动帮你产生程式出来 但是你这个录制啊 还不能随便录哦 因为你所有动作都做过啊 做错也会录啊 做对也会录 而且录制还有一些小技巧 那也许我们后面会教各位怎么样录制聚集 那录完聚集之后呢 还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按 把你刚刚所做的全部的动作 按下去呢 全部又再做过一遍 这比较适合什么呢 就是你每天重复要做的事情 按一下就好了 OK 那但是呢 当然有一些可能还是可以再调整的参数啊 不过这个可能需要了解VBA 因为它聚集里面呢 就是VBA啦 只是帮你用Excel帮你写出来的 那还有其他大概就这些啊 基本函数大概有两个 OK 还有网路抓 抓网路的资料 那因为蛮多同学一直很想要了解 用Excel VBA 怎么抓取网路资料这部分 所以呢我们在 课程里面 也会有个范例 教各位 怎么快速的把 网路上的 比如说有几十张的那个 资料 网页 全部 按按钮 一次全部帮你抓到Excel 那这个当然可能也会需要 第一个 你要学会如何录制聚集 第二个 修改聚集 这个其实不是很困难 后面还会再讲到 OK 然后为什么来选这门客 大部分同学是 就是单纯是对Excel有兴趣 四个同学 因为工作的关系 还有就是因为 OK 大概是这些 好 那我们大概了解了 每个同学的一个学习需求 有个同学没填 另外就是如果你有填email的话 我今天的影片我也寄给你了 所以有些细节 没跟上没关系 你在自己稍微看一下影片 另外的话呢 我们来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门课程 那因为这门课程的话实际上 主要也是因应大数据分析 而来的 所以 那可是大数据分析工具蛮多的 其中我们用最普遍就Excel Excel 里面有哪一些 可能你们可以再提升的 其实第一个 当然就是 高阶的函数应用 那所谓高阶实际上就是有别于 可能你本来应该会的 之外还有更多的函数 那这些函数的话 统称我们也许叫高阶函数 那另外的话还有像大数据分析 怎么样利用VBA帮我们做到自动化 那自动化实际上就是 就我刚刚讲的 那自动化的程度到哪里 那这个当然你又慢慢提升 那刚开始也许你是小幅度 慢慢小区域的自动化 慢慢大幅度的自动化 那当然未来可以达到 也许就我刚刚讲的 一件可以完成所有事情 那这个会不会很困难 我发现应该不是很困难 因为像期末 有的其他地方上课同学 会上来做一些专案的报告 把我们一整期学的东西 他把它整合在一起 我发现同学都应用的非常好 在他工作上面真的就是我讲的 一键完成他工作 可能他一早上要三个小时的事情 他说他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按钮 按下那个按钮之后的话 他原本要花三个小时的事情 他一个按钮做完之后 事情就搞定了 那按一个按钮 不过三秒钟吧 应该不用了 一秒钟 那这样的话呢 他基本上就会省下每天的三个小时 那这样的话呢 不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那当然理论上 这些事情 能不能让老板知道 你三个小时谁下来了 当然对 我问大安同学都不能让老板知道 不过你可以在最后关头 可能快要吃饭的时候 按一下就好了 是不是 也不能太早给老板资料 或怎么样 不过 因为现在你的主管或老板 他们要之后就要得很急啦 他不会跟你讲说 你等你学完 你学成之后再给我 一定是希望越快越好 所以呢 如果说你可以有对应的技能 我想你相对的啦 你在职场上 应该也可以 适应的非常的良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大概课程的纲要 那我大概说明一下 后面的话大概就是简介一下 我自己 然后一些参考书目 不过看书 基本上大家应该没问题 可是其实我发现很多同学 都会买书看 可是看了之后不见得 做得出来 尤其是VBA城市的部分 很多人买了一堆书回去 几乎都放在那边 对不对 因为看好像有看没有懂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个课程的重点 不是在教很多的理论 而是教你怎么做啦 因为理论大家应该看都看得懂啦 看得懂但是不见得做得出来 这个我想才是重点 那我们课程会摆在 真正教你做 而且是真的让你有感觉 我觉得这本课才有价值啦 不然的话 其实讲理论 播一播那个PowerPoint 那你自己看书就好了嘛 对不对 就不用来上课了 OK 所以我们会比较有系统的跟各位讲 那我会讲的尽量是你们真的有需要的部分 那当然如果说那个你自己看得懂的 那我就尽量不要占用太多的各位的宝贵时间 然后我们有系统的把 Excel的五大函数啦 当然它不止五大函数 可能有的分八有分九啦 不过我觉得大概比较重要 这五大函数 你大概懂了之后 其他延伸出去你大概也懂了 那有的时候实际上 你要学的并不是死贵函数的使用方法 而应该是活用 所谓的活用就是说 它的使用方法是有一定固定逻辑 你只要知道这个固定逻辑的话 即便那个函数你没有用过 你也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我会告诉各位一些诀窍 很多都不用贵啦 真的我没有人在用贵的 这东西如果用贵的话 那你的脑袋会炸掉啦 真的太辛苦了 背不完啦 这里面有太多东西了 尤其是牵涉到城市的东西 哇那城市更多 所以很多东西基本上 我会用一些方法 比如说呢 我可能不会把它寄在脑袋 但是我会把它放在云端 为什么会放云端呢 因为我随时要查阅都很方便 比如说我不在电脑教室嘛 我任何在外面有手机打开 只要有登录一样的Google帐号 那因为手机本身也有云端硬碟嘛 有没有那个APP嘛 那也可以马上可以查得出来 而且它的搜寻功能非常强大 你要找什么马上可以掉出来 所以即便在国外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 不过前提要网路 那现在没有网路应该不太可能 你出国 你要出国自由行 第一件事一定要先把网路搞定 网路没搞定 你这感觉好像出国就没有安全感了 对不对 好像比 所以一定 他还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有些综合范密练习 那我们解说的方法 不外乎就先把函数的部分先讲一下 那同样逻辑怎么用VBA解决 同样逻辑 所以你们不用再重新学一个新的 你就延续着 那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不用特别去了解那个题目逻辑 因为我出的题目都非常简单 主要是要做出来结果 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在工作上 灵活应用 那如果真的有问题 也欢迎各位提出来 不过我想 大概我讲完之后 真的有问题 这工作上好像大部分都还OK 好像 除非说可能一些真的还蛮复杂的 那也许可以再提出来 那我们也可以再讨论 因为这些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刚刚讲的问卷那些填一下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大概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因为 其实要找到我的资料 很简单 吴老师的关键字 因为我最早同学说 老师你的关键字都在前第一个page出现 我说真的吗 我就google一下 发现对耶 而且后来陆陆续续发现 不是只有第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通通都我的 甚至第一个page里面可能快一半是我的吧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当然简单 因为我在网路上分享非常多 这个相关的资源 那当然我也不会很吝啬 所以第一个是我的教学部落格 所以你google 我老师应该会第一个找到我的部落 那我那个部落格里面的话 基本上呢 大概放了上千篇的部落格 反正以前有时间就写一些教学文 然后呢 会把一些 比如说每一次上课一些重点 把它节路出来 但不是完整的 可是 足够让一些需要的人 他可以看懂 而且呢 把那个影片部分也把它放上去 所以那我觉得也帮到一些 在职场上面的上班族 那另外的话 我google一些其他相关 因为我目前教的比较多的 可能ECL VBA 或者手机的APP开发设计 那甚至是python 最近也开始教那个python 就是也是类似大数据分析的工具 难度当然又比这个增加十倍吧 不过没关系啊 按户就班 你说这个已经够难了 他增加十倍 那不是已经破表了吗 没办法 其实难才会有价值啦 你在职场上老板也是会论金论两 凭什么拿那个薪水请你嘛 对不对 如果那个东西 到处都可以找到人的话 那你有什么价值 但是如果说呢 除了你之外 别无选择的话 那你真的是 有那个水准了 对不对 那当然你要一直想 其实我很 很久以前就想这个问题 我要怎么无可取代 那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那可是这真的是不容易啦 不过我觉得 就是一个信念嘛 不然的话 你努力那么久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啦 所以在 这个是相关的经验 所以我除了在我们文大这边开课之外 很多地方也有相关的课程 那历来的话 也不是说只有在学校单位 我有 除了工程师经历了二十几年之外 我也曾经创业 有五年的执行长的历练 OK OK 然后 还有很长的教学经验 所以其实你会把我一个人可以 所以一边 其实也一边 念书 进修 然后也一边在工作 所以一直都好像很忙碌 OK 不过其实是忙得很愉快啦 这才是重点 所以我一直强调就是说 这东西你要跟他培养兴趣 OK 如果你是没有兴趣被逼的话 那你一定会学得很辛苦 但是如果你是自己愿意的话 即便有些程式像以前写到天亮 我都乐止不疲了 不过我跟别人讲 别人觉得不可思议 我不是因为要赚钱 而去写那个程式 只是说我觉得很有趣 OK 但如果你有可以有这样的精神的话 我觉得你学这个应该没问题 而且会在工作里面会非常的愉快 会看到你在工作的时候 的笑容会更多啦 OK 那另外的话 因为前一阵子在那个原子大学 开设了 帮大学生开那个大数据分析 跟APP的一些制作的课程 所以那个TPBS 就跑到原子大学采访我 很有特色 因为学校也希望有特色课程 因为现在都标榜 学生毕业要能够就业啦 不过这个真的很重要 我一直觉得说 为什么把学生教 让他毕业之后 还是要从零开始 那到底学了什么 对不对 我觉得这里还是有必要去检讨 不是说 所以我希望把一些东西 带到学校去 给他们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观念 不然的话 每个人都22K 就真的啊 难怪现在年轻人 他不交男女朋友 也不想结婚了 什么都不要了 为什么 因为连养活自己都有困难 那你还能说什么 谈何梦想 太遥远了 连基本果腹都有问题 你说什么 吃饭都有问题嘛 所以我觉得还是希望让年轻人 有更多的能力啦 他们才有办法去谈理想嘛 对啊 所以我一直有这种信念 不过 当然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 志强工艺基颁了一个奖项给我 叫卓越贡献教师奖 今年的 106年 那 上个礼拜呢 我们这边也颁了一个奖给我 就是叫 优良教师奖项是趋势先锋奖 可以上个礼拜才颁的 所以 所以有想法啦 另外我的证照也是一堆啦 三十几张 然后另外我的那个YouTube频道 也观看次数也有五百多万 六百吧 然后订阅人数已经突破1.6 1.7K了 就大概1万7吧 所以我的fans其实也不算少 那我的 那个 其实 我应该也算是半个YouTuber吧 YouTuber应该知道吧 现在YouTube加个R 就是 他的职业 就是专门呢 做那个YouTube的影片 那 今年自由时报统计 YouTuber的年收入排行榜 第一名的话 他的收入是一千四百多万 YouTuber 他的职业就是拍影片 放YouTube 这样就可以赚一起 那个人是谁呢 各位知道吗 应该各位有听过啦 叫古阿末 有没有听过吧 哦 不过你可能想啊 他被告了 另外像什么 还有什么菜阿嘎这些啦 这应该有听过啦 还有像什么 有一些可能你没有听过了 盛结石啊 或者像什么 小玉啦 什么 可能有些你没听过 但是呢 可能 你们家的小朋友应该都有听过 因为我最早看过这些 都是因为 我们家小朋友在看他们的影片 所以我对他们都很认识 OK 好 我自己也放一些影片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啊 我也试着试试看 上面也弄了一些 因为他会说要不要加入我们的partner 我想说partner什么 就是你因为放影片上去呢 还可以给你一些收入 想说给我收入 好啊 试试看吧 我就把它挂了 后来呢果真没多久呢 他就真的寄钱给我了 那我不要想说会不会诈骗 说说看果真是真的美金哦 然后真的有 而且还每个月都有 还很准时每个月都有 不过这不是重点啦 我是发现 对真的 未来工作 真的不是只有一条路走 毕业之后只能去当上班族 其实你可以靠你的创意啊 像蔡阿嘎 对 他收入可能也千万了吧 一年呢 他不到三十岁 对不对 可不可以可以啦 不过可能你要有一些好的创意 OK 那诸如此 他因为证照很多啦 所以他们也找我去 当那个省提的命题委员等等 那再来的话呢 有关参考书目 这些其实都不用记啦 因为在讲义里面应该也有吧 还有在那个 我们云端上也有放 那有有关 相关的参考书目啦 我建议各位 如果你对于函数不熟的话 也许可以参考这两本 另外的话有一本哦 我觉得还蛮想想蛮推荐 因为他有四百六十八个范例 也就是把那个 Excel里面所有函数分成九大类 那这九大类里面的话 他会有四 总共有四百六十八个范例哦 如果你可以把四百六十八个范例呢 通通都能够做完 而且能够解出来 我想你已经是 一世有函数的达人了 那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也会摘入一些 我觉得还不错的题目 会给各位练习 所以这个后面还会再提到 那其他的话 还有更进阶的 VBA的书籍 房间很多啦 那像上面这本是日本人写的 我觉得日本人写的 还蛮扎实的 只是说他的难度 还是一定有 理论部分很清楚 但是可能你看完理论部分 也还不见得做得出来 因为他里面 范例非常的少 那下面那一本的话呢 书名取得很好 Excel VBA一点都不难 然后呢 一键搞定所有报表 对 那这本当然 因为书名取得好 所以卖得非常好 那你拿回家看呢 应该翻完之后 发现 Excel一点都不 不简单 在里面 所以也有一些 然后其他进阶的书籍 我想各位可以再参考 跟资料有关的啦等等的 OK 那今天的话呢 因为第一天上课 所以我大概概要讲一下 那后面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会有 从五大类开始 今天会先从哪一类呢 从文字与资料开始 OK 然后再逻辑 日期时间 数学与三角 其实数学可能 三角可能我想用的比较少 尤其跟统计吧 数学跟统计类的 那检视与参照 这几类函数 那这部分的相关资料 请各位一 等一下呢 我们要进入到课程 所以我们会需要 请各位先帮我 到那个云端上去下载 刚刚提的那个 这个 范例档先帮我把它解开来 因为我们后面上课 所有的题目 通通在这个范例档里面 那也就是说呢 请各位下载这一些 范例档 我是建议啊 如果你有带随身碟的话 你就把这些 先call到你随身碟 那每一次上课的话 都会需要用到 这些的练习题 所以一 请各位呢 先帮我下载 这一个 那个范例档 范例档下载完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就要开始来看 我们今天的课程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那个 范例档里面的 第一个 所以范例档里面呢 解出来之后 第一个文字与资料函数 的第一个范例档 所以找到那个文字与资料函数 这个把它打开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 要用到的题目 然后综合练习题里面 就是会有个手机 后面有三个栏位的资料 那我要把它串接成 我需要的格式 这个格式 把它变成在手机里面 放到这边来 后面那有三个栏位 那待会我会再讲一下 有关这一题 需要的逻辑 那我会 我们会用什么方式来解 上面当然有题目的说明 那请各位先到这边 先把题目打开 稍微看一下 待会我们接着继续来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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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